之前有時候有一次西蒙違規的時候 應該也是檢舉達人 因為他後面沒有看到警車啊 那一定不是警車那一定是檢舉達人 他就 停車的時候不小心停在那個機車 機車的那個 停車 停車的那個地方 對 機車 機車專用的那個停車的那個格子 他不小心壓到 然後就 然後不小心壓到之後 就被人家拍下來 對然後他在轉彎的時候 又忘記打方向燈 又被拍 所以他他在那個路口就被拍 就被檢舉了兩次 一次是不想壓到機車道 一次是沒有打方向燈 要叫機車停等去 延續兩次 哈哈